大家好,下午好,我是海东 今天就简短的说几句 上涨300家,接近5000家下跌 跌停70多家,近百股跌停 中位数跌幅在4个多点 是大家很失望的一天 因为指数走成这个样子 全面又恢复IPO 对于转融通,融券,链化 大家很关心的不公平交易的问题 一直没有去解决 所以说市场是一个失望的走势 指数全线的下跌 这里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 什么时候出现反转 就等中阳线 是大阳线 至少是两个点的大阳线 就会宣告避浪反弹 这里从空间上 中午给大家说了 已经回调了 从2635以来到3174的 黄金风格位 61.8%是2968 半分位大概是2954这个位置 已经从空间上 已经从空间上 作为二浪回调的A浪 空间上是已经够了 只是说最近连续的下跌 这里背离 像上阵指数还有 大家看60分钟 90分钟 背离的形态还在 但是像深圳指数 我周五说的 它如果不能够止跌 它的背离是没有的 就是消失了 就是因为股价创新低 指标也创新低 就是像深圳指数 中中500等等这些 因为没有出现 快速的修复 所以说它的背离是没有的 后面像深圳指数等等这些 没法通过背离来判断地点 那么后面就是靠 一个反转K线去解决 或者说我们通过 九转序列等等去寻找 技术上空间上 这里都是调整的维生 大家觉得这里会不会 一口气就是破春节前的低点 作为主板来说 概率不大 但是指数上 像一些小的市值的 是有可能的 像北正五陵 基本上已经 回到了前面的低点 历史低点702.55 今天最低702.75 很简单 主板都没人买 何况门槛又这么高 所以说像北正五陵 不会走独立的行情 泥沙俱下 北正五陵是基本上 要创历史新币 国陵2000一样的小票 小票会长得快 跌得也快 竞价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个 很好的现象 就是看到一只个股 七万块钱 七万块钱砸到了跌体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只票是什么玩意儿 我看一下 对 就这只标底 竞价 十三块三毛九 就是跌停价 是七万块钱 七万块钱就砸到了竞价 就说明现在市场的流动性 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很正常 这种行情 谁还愿意抄底 谁还有勇气抄底 科乱武林 多次不过 多次突破不过 那只有乡下 因为很多指数都在乡下 它不会走出逆天的走势 逆天是要遭雷劈的 所以说 很多指数都已经破了 四月份的低点 那么科乱武林 大概就会有补跌 是719 还有20个点 20个点 也就是四个点的空间 像中文500 这些都已经破了 四月份的低点 也就是西洋体 新人指数 创业版 今天也破了 1729 前面1935 这里 除了科创 因为最后的这种倔强 但是整体来说 其实科乱指数 本身是走得比较弱的 说有多指数 基本上都破了项底之后 这里就近代 共振的反弹 共振的普反 普反 今天上轮50 主要是白水 白水像茅台 这种逆势 从第四个多点 拉红 是上轮50 略强 最低的1414 1414 完全的拉红 是上轮50 走强的核心原因 就是把五粮液 等等这些 都带红了 另外一个就是 银行 今天是互盘的 像工行这些 完成了突破 中石油 建行 农行 都是 银行是互盘的 但是证券 是拖后腿 证券是砸盘的 那么可以看一下 证券是 本来是 上午有过拉升 但是 全天是回落的 那么证券板块 有没有走坏 我们从技术上来说 还没有完全走坏 证券板块 这里更多的 就看作 这个数据 又出现问题 航行不行 数据也不好了 那就给大家展开 细说了 整体来说 全线的指数 都破了 这个 四月份的低点 这里更多的 就是耐心的 我们可能 从事后讲 我们可能出手早了 反正我们今天是 小圈 把子弹打完了 静待花开 静待花开 大家觉得 这里会不会一口气 就不回头 就是去破 六三五 至少是从周五 破三千点 汪汪队就已经出手的情况下 汪汪队不会 做事 这里就一口气 就吃点 因为后面一旦 不回头 出现流动性的问题 那后面去救的 代价会更大 所以说三千点 不会 三千点之下 不会停得太久 耐心的等 有的人很 总觉得 我抄完底 就要马上见底 就要反弹 大功 然后就说 我一定要买到最低价 最低那个 几块几分钱 我一定要成交到最低价 这是交易的心魔 如果总是纠结这些 永远是没办法 在这个市场里 快乐地交易 这里今天出现五千只 下跌 其实我们要以乐观地看 这里让大资金 也能在这里 多吃点便宜的货 那么避浪的反弹 会更持久一点 如果这里 刚破一点 刷就上去了 那么这个反弹 就会 急而短促 可能就是两三天 有可能就完了 那么后面就会更难 这里 在底部三千点以下 其实多停留个 两三个交易日 个人觉得 也不是什么坏事 反而让主力 看好的 在这里大把地买 不看好的 离场 抛出带血的筹码 这样的话 后面反弹的空间 时间就会略好一点 因为如果主力 没吃到货 他也不愿意 去拉得太久 拉得太高 对吧 这个道理很简单 为什么别人 要跟你抬轿 我们是要乘别人的东风 是要借别人的船 跟别人一起 这样才能吃到肉 你买完 主力就给你抬轿 这种交易的逻辑 心理 要不得 插完底 关闭电脑 耐心的等待 花开即可 就说这么多 就说这么多 感谢观看